说起今年来展露头角的动作片辛睿导演 除了一手打造捍卫任务系列的查特施塔赫斯基 和子弹列车的大卫雷奇之外 相信在不少人亲中 以金牌特务一名亲人的法修范恩 也绝对榜上有名 内力优雅的英识布景 打破常规的角色魅力 搭配上大量混杂的从流行到摇滚的经典配乐 并做以俯瞰到令人目不强迹的暴力美学 调味出超多过去强调英雄主义或现实基调的华丽风格 然而继2014年的金牌特务后 这个系列却逐渐迁入高开低走的困境 第二集试图融入美式德州风格与金未来科技 前段则是像金字卖的起源结合真实历史 却都没人在人物关系和剧情细节给予观众满意的安排 所以当我们看到机密特务阿盖尔的预告时 不仅又浮现创意很好 成品却可能令人失望的担忧 尤其故事还是已经被过度滥用 却嫌少发挥真正潜力的虚构小说预测现实事件的设定 更加让人怀疑不善梳理剧情的马修范恩 该如何处理好这个烫手的题材 结果是 金迷特务阿盖尔确实交错了意想不到的惊奇表现 甚至可谓是最符合马修范恩搞怪风格和大胆的作品 但与此同时 这部电影却可能是部分观众心中最糟糕的谍爆电影 为何观感上会有如此两极的落差 这部电影究竟该如何评价呢 且听我娓娓道来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本频道致力推广影视作品背后更多的可能性 内容包含深度点评 影剧推荐 影视趣闻 以及各种技术解析 不定期还会有超可爱猫猫彩蛋与你作伴哦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电影 就请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努力更新的最好动力哦 一位导演若想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获得一席之地 除了镜头语言演员之道 用画面说故事这些食物能例外 更重要的便是 他是否有树立自己的独特风格 谢蜀当镜影坛呵呵有名的几位大导 不论是十八狂魔兼非信息巨师大师克里斯·多夫诺兰 以慢节奏创造极致沉浸感的丹尼·维勒拉夫 还是怪弹鬼爵反奉现实议题的乔登比尔 都是一提到名字 就会让人自动联想到七七的作品风格 但也不是说有了风格就一帆风顺了 有时过于坚持风格 也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最代表性的范例 就是指导雷神苏尔三合式的《塔一家》为敌题 诸神皇问在《耶稣九号》的剧情中 添加许多反凤角色本质的黑色幽默 让观众看到了所有坚强表扬下隐藏的真实人性 为这个英雄系列再创巅峰 但当续集艾与雷霆试图延续相同的调性 却反倒成为脱垮整部电影的罪魁祸首 原本的幽默变成了难以瞎咽的闹剧 而追根究底 问题就出在想要建立一半人认同的黑色幽默 前提是角色必须处于相对的悲剧之中 只有角色对自身境遇的自嘲或讽刺 塑造出具有反差感的戏剧效果 索尔在《诸神皇问》中 面临的便是家暴人亡众叛清理的处境 所以他适度的苦衷作乐 才会令人感到同情 但到了艾与雷霆 索尔才刚摆脱过去的阴霾 正处于一种急于西侠张义的兴奋状态 导致种种冲动行径变得幼稚和无恼 也让评价遗落千丈 就连诺兰也曾在天能犯下类似的失误 试图利用交叉两条时间线的复杂叙事 展现人性面对必然宿命 依旧坚持正道的伟大情操 但故意违反常理的时间设定 却让观众一头雾水 更别提还要体悟角色心境了 因此诺兰才会在之后的《奥本海默》 重新将电影重心聚焦于 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位主角 尽管三条故事线时间跨度极大 人物关系非常复杂 却都紧密围绕着奥本海默 个人的心路历程 让故事蕴含的反正理念 对让观众自然吸收 所以确立自身风格只是起步 真正画龙点睛的关键 还是如何找到契合风格的好故事 而这便是马修方恩在机密特务阿盖尔 做出的改变 仔细观察过去的金牌特务 尽管脑洞大开的动作设计 和充满张力的镜头运用 确实薄人眼球 但整体而言 故事方面 依旧遵循着007系列的既定公式 起初观众或许还因为新鲜感而买单 但当刺激消退后 便难以留住票房 因此马修方恩在阿盖尔将目标 转移到谍爆电影本身 并且如何结合其他电影的经典元素 这部电影花了更多心思 解构与重塑 何谓导演心中真正的特务形象 所以我们看到了数量 有如侦探电影般的反转再反转 以及明明就邀请了外形 最近是庞德的亨利卡维尔 却是大胆选择布莱斯·达拉斯霍华 和萨姆·洛克维尔 这对非典型男女主角的神奇操作 还在上演前特地偷了这部电影 改编至新作家艾力·康威 尚未出版的同名小说 但相信看过电影的人都明白 这位威力·康威 正是霍华饰演的女主角 种种看似故弄玄虚的烟雾弹 却在揭露了整部电影的最大权念 虚构小说和现实情节 如何串联的真相后 令人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设计 都紧密围绕着电影的核心命题 特务身份的真实和虚假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电影并没有在真相曝光后 就走上正派集结 对抗反派的公式化道路 而是通过不间断的剧情转折 和前后呼应的巧妙伏笔 让后半段剧情 比起前半段更加跌宕起伏 直到最后一刻 都致力给予观众 意想不到的惊喜效果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毫无疑问就是动作戏 如果说前半段 还是在特务类型的框架中 添加创意 那么后半段就可谓完全放飞自我 许多画面都能在心中大声浪喊 What the fuck 的同时 又能在失控边缘 及时将故事拉回正轨 让不禁佩服导演平衡荒谬 与震惊调性的功力 尤其是火的上那场 两个角色相同动作 伴随爱丽眨眼不断切换的打戏 不仅透过形象极然相反的人物 塑造自然的喜感 跟在三层意义上 封じ了许多叠包电影 主角太过显眼的突兀 虽然动作设计 比起金牌特务时的简洁流畅 多了不少刻意放慢动作 营造搞笑氛围的处理 可能会让些观众 觉得太过著作和拖慢步调 但这却完美呼应了导演 赋予这对男女主角的意义 纵观整部电影 除了上述提到的虚实交错 不受迷离之外 阿盖的前半段是非常典型的 老江湖带领绝要人 踏入陌生世界的喜剧走向 风味上却更像是金牌特务 前半段主角受训的过程 而到了水落石出的后半段 电影又花风图变成了 犹如神鬼认证式的耳鱼我诈 但角色不但没有变得震惊 反而像是脱架马般原形毕露 这种由内而外 不按排理出牌的神来一笔 正是马修方案的电影 之所以让观众过目难忘的最大特质 反差 电影最大的反差 当然就来自男女主角 虽然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 批评霍华的身材走样 完全不符合观众对其真实身份的期待 但从故事本身而言 霍华绝对是饲演艾力的不二人选 和萨姆洛克威尔之代的颓废感 简直就是天作之和 是想要是子弹列车的布莱德比特 真的是个文青大叔 而不是满脑子想退休的厌世杀手 那整部电影该有多无聊啊 然而尽管利益良好 马修方案还是无法克服过去 蓄势功力不足的缺陷 尤其是在揭露本应该是观众 最在意的谜底时 竟然是用一个忽然出现的配角 直接说出真相 然后让男女主角打一架后 便草草带过 这已经不能用反高潮来形容了 完全就是教科书等级的失败才法 这也导致电影观后感 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 喜欢前半段漫漫不成的观众 受不了后半段峰回路转的安排 享受后半段高潮叠起的观众 也可能在前半段不断掉胃口时 就失去耐性 再加上电影上连前 近乎诈骗式的行销宣传 以及诸如炸掉的房间是如何复原 撰写小说的时间点 根本不可能预测现实等逻辑硬伤 都有可能让观众抱持错误的期待进场 最后因为故事漏洞 和无法带入角色情感 拜信而归 但我想更多的是 没有看到足够多的亨利卡维尔啦 另外特效部分也是一大败的 如果做小说情节 还可以用特地夸张化解释 那么现实桥段中的降落伞和跳楼画面 就真的让人超出戏的啊 所以尽管观感上 我们非常欣赏把秀放在的 大胆创新 以及不会释出审美 挑选演员的精准眼光 但从影评角度而言 这部电影的优缺点 都实在太过明显 此效果比涨下 很难给出太高的评价 不过在近千年过于保守的 公式化疲劳轰炸下 能看到一位导演 还愿意跳作常规挑战传统 这个勇气 或许才是我们对这部电影 如此有好感的真正原因吧 也期待这位马修凡恩 能在动作喜剧类型 创作出更多脑洞大开的 惊奇创意 最后也补充解释一下 许多观众好奇的结尾彩蛋 目前主要有两种推论 一种是真的有阿盖尔这个特务 这部电影和金牌特务 是同一个世界观 一种则是最后的阿盖尔 其实就是小说剧情 酒吧的名称 只是致敬而已 但从采访中 马修凡恩不排除 会制作机密特务续集 或为亨利卡威尔 量身打造一部电影 或许第一个世界观 才是更有可能的发展哦 想知道动画龙头皮克斯 为何评价和票房每况愈下 母公司迪士尼 又遭遇怎样 不为人知的经营危机 又或是2023年 实施部破两厘成本的商业大片 只有一部回本的幕后真正原因 都可以点选结尾的播放清单 继续观看其他精彩的影视解析 关于这部电影有其他感想 或有想补充的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另外也宣传一下 频道的IG帐号 没有做成影片的内容 我们都会成立成线动跟贴文 也会不提及分享影视资讯 和生活动态 欢迎大家追踪起来哟 那么下部影片很快就来 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